我們不同意罷免 10月13號 我們不同意罷免 市長謝國良在立委謝龍介 李彥秀和林沛祥陪同下 來到安樂區開獎 謝國良說罷免走到最後 變成是一場鬧劇 是非黑白 所有的市民朋友都看在眼裡 這一場罷免 從開始現在到現在 就如同佩祥委員說的 已經變成一場鬧劇 已經沒有正當性 而且罷免的理由 每個禮拜都有不同的論述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呼籲 希望台灣政局穩定 希望基隆良善風氣可以持續的 大家都出來投不同意罷免這一票 藍衣請來大咖謝龍介 李彥秀幫謝國良站台 選擇在安樂區 一千八百戶的社區和民眾開獎 看到一個龍仙 故意 認真 還有打拼的市長 去讓人家拗勞 人家說好人要求求 那些人就會唱歌了 所以 我是露見不平 外島上座 我對台南包一台隔壁 還有很多隔壁車來告基隆 我就是要為了不公不義來發聲 你看看 你看看 這間公司這麼大間 叫做內斗 你如果是一間有社會證 的公司 司法 反應你輸 平衡夢了 這間公司 趕緊 跟基隆市政府 成國良的政府 來做一個選票 這樣不得對 結果不是 你是做經酒 百經酒 拖著司法 來拖延 人家不必交助金 可以繼續應用 給人人人敢吞下去 惡霸團體 還有 背後 某一個政黨 直接在背後做操作 基隆市民 要的是一群 一個能夠為基隆市政 可以持續推動市政的團隊 而不是整天 在做認知作戰操作的團隊 更何況 最近講的幾個議題 其實 不論是 都是過去 民進黨自己所做 無論東岸商場 這個包括裡面人事的問題 被最後走上司法的問題 都是在林佑昌任內 還有包括台唐的幾個發報的案子 也都是中央 這些都是民進黨過去 八年執政的案子 所以 我們這一次 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我相信基隆市民是有智慧的 眼睛是雪亮的 看到 在有限的警力 有限的預算之下 謝國良 謹守財政紀律 把市政做得更好 所以 我們在10月份那天的投票日 10月13號 我們反惡霸 我們出來挺良善 我們相信 基隆市民的眼睛是雪亮 一票一票 我們還給認真 努力 清廉的 謝市長團隊一個公道 社區代表 特別送上衝 象徵 勉勵市長 謝國良 往前衝衝衝衝 國良市長 衝衝衝衝 祝你成功 國民黨立委 齊聚 幫謝國良站台 邀請基隆市民 10月13號 一定要站出來投票 記者 黃昭明 基隆報導 同意大連